关于娱乐圈内那些不为人知的内情天天都在发生。 可是关于那些被、钱、那传言却只听其声未见其人。 毕竟对于这些事情是无法拿出来公开的。 但是韩国女星张子言倒是一呼寻常。 提起张子言实在很多人即使不声疏因为他到场开设录高柄前的CF告白, 而被人们所熟知正式出道进入演艺界。 张子言炯炯有神大眼睛和娟秀的面庞还有近一米七的鲜瘦身体博取了多数粉丝的眼球。 但是就在2009年3月7日16时30分年仅26岁的张子言, 却被发如今家中上吊自杀身亡。 在张子言身后媒体发布其遗书具体内容遗书中爆料了本人已经被钱规则为某些人恭喜效劳百余次之多。 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 每次在换穿新衣服后, 就必须给提供赔酒赔税, 感觉自己这辈子也难逃出这样的恶梦。 稍有不如意就会遭到经纪人殴打, 让他不堪折磨面卷了陈世。 还有一家难以想象的是, 有一次竟然不得已与四名男子同睡这件事情, 一直让他耿耿于怀成为他永远的伤痛。 前两天, 有个小演员还万一人曝光了被导演、钱、的经历, 还把跟导演的通话录音都曝光了, 通话总共有三十几分钟, 说话内容非常露骨。 导演说只需赔税一两万就OK了, 就能够有戏份多的角色。 然而他没有就饭。 因而, 遭到导演呼巴掌, 关在饭馆房间限制自由等。 而后又有一个赵姓女演员, 爆料被索要钱规则。 导演说, 要么出八十万, 要么床上见, 这还只是个不知名的导演啊, 就这么丧尽天良了。 混娱乐圈, 没有出名的时候, 真得靠导演和老板扶鞋提拔。 像王宝强这么有幸被导演选中, 然后走红的很少了。 潜规则在圈内很便及, 比较出名的有哪些呢? 张静出在圈内算是低调的, 少有绯闻和炒作的。 他屏障天水围的夜语物中的出色表演, 获得了金像奖影后提名。 有音讯指出曾有某巨价要花千万, 点名要他赔酒, 花三千万买他出业, 不外张静出断然回绝了。 好笑的是, 张静出的回绝反倒被许多人嘲笑, 说张静出不实大体, 装高傲, 曾出演卧居而爆红的理念, 也自曝曾经遭受的前规则。 虽然他很想演那个角色, 但是最后还是拒绝了。 毕竟对于这些事情是无法拿出来公开的。 然而, 韩国女星张子言却是与众不同。 提起张子言, 其实很多人并不陌生, 由于他参与拍摄露高柄前的CF广告, 而被人们所熟知, 并从此重视出道进入演艺圈。 张子言炯炯有神大眼睛和清秀的面容, 以及接近一米七的鲜瘦身材, 博取了无数粉丝的眼球。 然而, 就在2009年3月7日16时30分, 年仅26岁的张子言, 却被发现在家中调警自杀身亡。 在张子言死后, 媒体公布其遗书详细内容, 遗书中详细爆料了自己, 曾经被前规则, 被迫为某些人提供服务百余次之多。 令人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有一次巨人被迫与四名男子同睡, 这件事情一直让他耿耿于怀, 这一直是他永远的伤痛, 不禁令人瞠目结舌。 前两天, 有个小演员还问艺人曝光了被导演前规则的经历, 还把跟导演的通话录音都曝光了, 录音总共有三十几分钟, 谈话内容十分露骨。 导演说只要赔税一两万就OK了, 就可以得到戏份多的角色。 不过他没有就饭, 于是, 遭到他不巴掌, 关在饭店房间限制行动等。 后来又有一个赵姓女演员, 爆料被索要钱规则。 导演说, 要么给八十万, 要么床上剑, 这还只是个不知名的导演啊, 就这么丧心病狂了。 混娱乐圈, 刚没什么名气的时候, 真得靠导演和老板贴鞋。 像王宝强这样有幸被导演选中, 然后走红的很少了。 前规则在娱乐圈很普遍, 比较著名的有哪些呢? 张静初在娱乐圈算是比较低调, 少飞闻和炒作的。 他凭借天水卫的夜语物中的出色表演, 获得了金像奖影后提名。 有消息指出曾有某富商要花千万, 点名要他赔酒, 花三千万买他出业, 不过张静初果断拒绝了。 不过, 可笑的是, 张静初的拒绝, 反倒被许多人嘲笑为张静初不实大体, 装清高, 曾出演卧居而爆红的理念, 也自曝曾经遭受到前规则。 虽然自己很想演那个心爱的角色, 但是最后还是拒绝了。 当时的他还是新人, 一心想出名, 但是他却碰到了一个剧组, 要他陪着陪那, 或者拍一心裸露的镜头, 山有机会出演主角, 直下的他连夜坐车逃走。 对此, 小编只想说, 成名不容易, 前路前。